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以及五位前任处长 特别以中文录制一段短片给台湾民众 祝贺台湾的民主成就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代表说明 美台之间的友谊在过去 数十年来成长茁壮 未来也一定会更加密切与深厚 美台关系战 AIT六位前后任处长特地飞到台北会合 史无前例的合体还在脸书粉丝页以中英文写道 他们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一致 录制影片向台湾人民传递特别的讯息 在520新政府就任后 梅建华已经和蔡英文总统举行正式会议 祝福蔡英文带领台湾克服所有挑战 有舆论解读AIT如此大阵仗的力挺 是否和新政府有相当程度的默契 在台湾非常敏感的瘦肉金美猪进口事件 恐怕扣关在即 前外交部长欧宏廉认为 前驻美副代表郑文华则认为 在野的国民党甚至表示蔡英文早在去年访美 进口瘦肉金在选前就已经和美国达成协议 国民党发言人王洪威指出 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当时的蔡英文就针对美猪的事件 媒体提问的时候她事实上就已经松口了 那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强烈怀疑 是不是蔡英文在去年年中她访问美国的时候 是不是对于要进口瘦肉金的美猪的部分 事实上跟美方达成一定的协议 新政府上台后在日本冲之鸟交导议题 或是美猪进口都与前任的马英九政府 有不同的政策取向 被媒体解读为向美日倾斜 与此同时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长林正一 在立法院透露 在前院长冯明珠交接报告当中提到 北京故宫从今年1月16号总统选举后 就提出文物不外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就是暂停交流的概念 台湾的新政府在美中台日之间 关系如何拿捏 北京正在等待蔡英文交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